全目的成就而已,就只有全目 徐珍珍,徐珍珍第一名,其他不干我的事,我是指,綜藝的部分 欸,第一關我們先指定左右的好了,因為我覺得,我覺得打不死欸 先指定左右兩邊的,比較安全一點 1,2,3,4,5 太完美了,我們這邊,直接把他帶走好了 這樣打個死嗎 欸,不會死欸,不會死欸 好了,謝謝,謝謝暗淡 我啥大學的,台中的,台中的,台中人 欸,這個什麼東西 啊,這個也不用理他,這是,很簡單 把那三回合帶走就好了,血不多 不要墊那種很機車的位置就好了 麥克風,下一個,到底在哪 下一個,趕緊過來拿 神魔很無聊,不會啊,因為我不會一直玩,你們知道嗎 我不會一直玩 就是,無聊的時候會玩一下這樣子 阿不然就是開台的時候會玩,但是我不會一直玩,所以不會覺得很無聊 很好玩啊 好啊,直接把他帶走好了 阿打不死,但是我跟你們講,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他CD2 好,這樣他就死了 當然你放鐵扇的話這一關會更好打 阿你沒有鐵扇的話也沒差 喔,我,我不開幕主也是可以過了,好不好 那我差啊,欸等一下 欸 他會不會反,他是那種會反彈的對不對 這邊我們就等他天降吧 沒有天降也沒有關係 先把右邊的幹掉 先把右邊的幹掉 好,這樣子 有什麼方法能抖內 那個,影片下面都有那個抖內連結 但是,自己評估自己的經濟啊 如果經濟允許的話,再抖吧 這邊,也是右邊的 帶走 欸,打不死 其實我們可以開這個阿,為什麼不開呢 對不對 2消我之前去年打過了 你可以搜尋關鍵字youtube 搜尋2消空格 然後白龍應該有我的影片 順暢度我沒有調 木組換鐵站更齊吧 更強啊 好這邊吼 納奇打這關真的是很easy 這個直接把這個光珠轉掉 沒有光珠了 然後開獨龍 然後三下他就死了 中間打三下他就死了 你看 而且那個追打的暗屬性還克屬 所以放獨龍 或者是放拉東都可以 那你如果不放的話 你就是可以放 增傷就是王冠打7000萬 就夠了 就可以打過去了 所以減傷到10% 其實看似可怕 但是其實不用怕 這是第一隊 對對對 這是第一隊 納奇隊 這個單程舊啊 單程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